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生殖为先天之本 那么如果人一旦出现了肾虚 那么在这个生殖方面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 比如说是男子的不育 或者是已经早现 对女子来说像是不育 这都其实主义一个肾虚的表现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人一旦出现肾虚 那么也会出现生长发育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小孩的一点生长发育的比较迟缓 甚至一些中年人过早的出现早衰的一个表现 其实这都属于肾虚的一个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 肾虚还有肚生嘴 气化再发 那么开窍于耳的这些功效 那么所以说呢 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 比如说这个人呢 出现了一个耳鸣耳聋 骨质疏松 或者骨关节运动不利 这些症状 其实都是属于肾虚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比如说 最常见的脾气虚的症状 那么病人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首先是消化系统 比如说不想吃饭 或者吃了饭以后肚子比较胀 然后呢 或者吃完饭以后 总是有能不消化的一些感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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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